字幕提供 這樣的光應該還好吧 我看一下 字幕提供 現在時間是上午的1點沒有 11點43分 我本來想說老闆不在家系列 可是這並不是老闆不在家系列 確實老闆也不在 今天呢我想做Q&A 這個回答沒有所謂的標準 因為通常都是很主觀的 有些是客觀的 有些應該是他早就有答案了 你可以Google就Google得到 我當然也有一些是問我的做法 那當然這就是非常主觀的一些問題 我來看一下 我覺得戴眼鏡比較專業一點 OK 我上一次上一部影片 Q&A的蒐集是在 我們的第20集的 ROG老闆不在家系列 然後我在那邊有徵求 問題的就是 就是搜集 需要有智囊團 然後那下面已經有非常多的問題 而我呢就一個個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盡量以大概10個到15個吧 假設如果回答沒有太長的話 就更多一些好不好 有人講說我想問一下 雪兔和邦尼交往多久了 3年 雪兔還會繼續玩DVD嗎 好想要看雪兔玩喔 其實在這邊我需要跟所有喜愛看我DVD的觀眾朋友們 就是講一件事情 我認為DVD是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的遊戲 然後我也在上面獲得極大的樂趣以及成就感 可是當我走到一個快要將近是 頂點的時候 我就真的不知道該做什麼事情了 一來就是我拿到了雙R1的成就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已經差不多了 確實我可以繼續刷血點 然後並且把所有電影點出來啊 傳說血液啊之類的那些東西 我也覺得說其實這樣玩下去真的很空虛 我已經快要享受不到遊戲的樂趣了 那當然它之後有一些重大的一些改版 我還是會回去玩 因為我也還是很愛這款遊戲 假設它沒有太多的就是更改變動的話 那我應該還是不會回去玩啦好不好 我在尋找下一款可以讓我發揮我這很賤的專長 並且就是可以搞死別人的那種具有挑戰性的遊戲 我現在找到了一款 我很有興趣 我還在研究因為我還很弱 紅彩六號圍攻行動 這一款遊戲真的是非常的博大謹慎 雪吞未來還是要當實況主嗎 還是有別的生涯規劃 我覺得當實況主真的很好玩 在我的思維裡面 我一直很想要就是開心的做任何事情 剪影片是可以帶給我一些算是技術上面的學習 然後並且讓我之後我還有第二技能 剪影片 所以生涯規劃嘛 第二個問題嘛這個生涯規劃 我生涯規劃就是先讓自己的youtube頻道 先到達十萬的里程碑 雪兔你好你的談吐很好 有時候會遇到令人困擾或生氣的時候 你是怎麼轉換心情去面對的呢 我覺得雪兔脾氣很好 我脾氣很好這一點是在一個工作場合裡面 就是我在療養院算是也算是精神病 裡面都是精神病患者 我在裡面當輔導師 我在那邊學習到如何控制自己的脾氣 真的我真的很感謝那裡 自己我會像是在這個留言啊 下面就有一個人講說那個什麼 死白癡 What 大概過個五秒鐘吧 我就講說 啊算了 嘴巴真的是長在別人的身上 你沒辦法改變別人 當然這個世界也少不了這些人 我無法改變別人改變自己的看法 世界總是有醜陋的一方和美好的一面 但是我們會選擇去看我們所想要看的事物 而我呢對於那些事 那些言論或者是那些事情 以及一些困擾我的事情的時候 我會先讓自己先停下來 先想一下那些美好的東西 我突然想到某個XV 沒有啦 雪兔你可以跟老皮整工作室的人嗎 有時間的話有計畫的話那OK 我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錄影片一定要在工作室錄 把家裡的設備升級 然後在家裡錄不是比較自在嗎 可是重點是我的家裡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還是不自在 外加上其實因為 電腦你升級了一個效能 然後你就會很想要去用它 在工作室這邊 雖然每一個電腦其實都不差 但是實話講 我還是比較喜歡用自己的電腦 所以我當然是把自己的電腦放在 就是在工作室這裡 比較常呆的地方 雪兔講話的方式 從以前就是這樣嗎 還是有在研究 一直都有在研究 我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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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鍛鍊自己的口條 並且就是想要讓自己的講話 不要多 不要這麼多的罪詞 最少的話 讓別人聽得懂 這樣才是真的會說話 你不能講一頭來五千字 你只為了描述一件事情 那你不如用一句話來去形容它 這樣不是比較更節省時間 然後並且也不會造成別人的困擾嗎 雪兔大概幾時要結婚 有這個打算 現在還沒有耶 因為其實在我的事業還沒有建築到一定的高度之前 我對回音真的沒有任何的想法 因為畢竟 你沒有麵包 你愛情是吃不飽的 雪兔為什麼要留長髮 那時候我想留長髮的原因是在高三 因為我在考統測 對學生來說最重要是統測 那時候啦 高值 我想要有一個東西可以證明我在讀書的時間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真的是奮發向上讀書 並且就是考到比較好的大學 理想的成績 後來我想想說 反正我就想留頭髮 那就順便 就是以頭髮來見證我努力的時間 這就是我當初一直留長髮的原因 後來留到很長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剪不下去 因為 因為 你知道一個女生長頭髮 要把它剪短是要多大的勇氣嗎 這真的就好像是你要把你身上衣服 講衣服好像有點太過於廉價 他就是金生骨肉啊 你知道嗎 Wilson的火星冒險還會繼續嗎 我真的不知道該不該回答 今天這一個系列錄得夠多了 好不好 我怕我等一下我檢測真的會瘋掉 那晚點晚上見吧 我不曾彈子 所以我要換另外一個 我要四份原味 好 對然後兩份兩份裝 好啦那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 真的能吃的真的 不是說很多 然後我一直都很喜歡這邊的 這一家的 雞蛋糕 我覺得這邊的雞蛋糕 真的還蠻好吃的 原味 我大推 我不知道 我情有獨鍾啦 假設你喜歡其他的也OK 然後在過去裡面有 也是知名的車輪餅 也是可以過去吃看看 和風蛋還有一些 反正我覺得 鹹的口味其實我都不怎麼喜歡 因為我車輪餅我還是喜歡吃甜的 那 再者我的套餐呢 當然是搭配85度自己的咖啡 差不多了 好不好 那 買完 要回去